不过乌克兰人呢 他们返回机场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幕 机场当时呢 停放了是全球最大的运输机 叫做安托诺夫225梦想号 现在呢已经可以看到面目全非了 在机场接近这个机棚的位置呢 只能看到哦 这个有蓝黄的机身上残留的编号 编号就是225 来辨识呢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运输机安诺 这个225梦想号 安诺托夫225梦想号 其他的机身啦 还有一些零件啦 全部都已经支离破碎了 就是因为遭受到了炮火的空袭 那么这个梦想号呢 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运输机 也是唯一的一架 航空公司表示呢 他们本来打算要在2月23号的时候 将飞机开往这个德国的 但没有想到二军第二天就发动了攻势 也导致这一架全世界最大运输机 来不及起飞 就会在炮火之下了 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适合 都非常的适合 谢谢大家